嬌哥的新聞我想因為不是當事人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相關的狀態或是什麼 所以我們也不方便公開的去評價這件事情 那最近提到這個Coco姐的部分 會不會覺得這套是滿驚訝的 很驚訝 昨天我第一時間 看到的真的是嚇死了 但我覺得就是 我就生病了 生病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不過他真的在我們的心中 或是在我們年輕歲月上 確實帶給我們很多的歡樂 然後很多的記憶 尤其他的舞蹈跟音樂 我想是永遠帶給大家快樂的好心情 一切你就有好心情 不用開心就會買 對對對 對很多 合作過同台過嗎 有有有 我剛出道的時候 那時候他已經是天后了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還是Postman 還是偶像團體 那上節目根本連話都不敢講 可是那時候我們一起坐在他們 我記得好像是龍兄虎弟 對 然後Coco姐還會主動的就是 照顧我們然後丟話給我們問我們說 欸 你最近還好嗎 你可以多講一些話啊 或是他自己在講話的時候 他會問我們事情 然後他一問到我們就覺得 好開心因為我有畫面 就是一個很棒的很棒的一個藝人 我那時候在黑社會的時候也是 已經快二十年了啦 但是我那時候在的時候 其實沒有到跟他們是非常的靠近 因為他們本身就有一個本身的一個團體 那其實那個時候黑人哥對其他 我們對其他女生其實是蠻照顧的 我沒有遇過這樣的事情啦 對啊 那你有跟其他姐妹有什麼關係嗎 其實我都還好 因為以前黑社會人其實蠻多都是各奔東西 而且我太瘋了 我想說他們應該不太能接受我這種型的啦 而且那時候在那邊的時間也沒有很長嘛 我沒有到很長 你只是反串了一陣子嗎 其實我其實 不是 客串 只是說你被牌子 你怎麼可以被牌子 拜託 想強被牌子 你是話講的讓我覺得很有玄機的啊 怎麼會 你怎麼會意識成為是被牌子啊 他只是覺得 我從小到大沒有牌子我 人家覺得我太瘋癲了你知道嗎 我沒有牌子你 我沒有牌子你 對啊 是我搞不好說我看不起人 對我看不起人啊 好不要氣了 我牌子 牌子 你額頭冒青青了 我跟你講我還沒牌子人 你快高血壓了 冷靜 我死不了 死不了 我是個人不牌子人的 但我人家也不會牌子我 因為其實我的行為 才會讓人家驚嚇到 但人家會覺得我滿好玩的 對 但我這個人就是像你正瘋來一樣 我是抓不住人 就像男人抓不住我一樣 也像瘋來來來 然後你要瘋又走了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真的是個瘋啊 我不會讓你抓住我 喔不好意思 我也不敢抓你啊 你這有碰過類似的事情 性騷 哎呀 性騷這種東西啊 因為基本上我跟你說了嗎 我的 有啊他都騷擾別人的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曾經在走街上過兩天班嗎 我知道怎麼拿捏男人 想對我幹嘛的這件事情 我知道我用什麼方法 給他們打 哈哈 我知道我把他打掉 你知道嗎 他想對我幹嘛把手牽起來 不要這樣 懂嗎 你用你的招數 是有一些招數呢 裝後面說我要回家了 後面跟你講 而且當我發現 如果男人他刻意想要靠近我的時候 我就裝神經病 我好幾次裝神經病把男人嚇跑了 超多次啊 蛤 你有裝嗎 你本性發揮吧 沒有 你確定你需要裝 我跟你講我都 因為我平常是這樣 男生可能就說 這女生好欺負這女生看起來 感覺是 傻白甜就傻白甜 你知道嗎 你哪裡白啊 男生我想要對你幹嘛的時候 我跟你們說 教所有女性保護自己的方式 就是 跟他約會的時候 你不喜歡這個人 你就在旁邊就是 喝湯的時候流一堆湯出來 然後呢 中風啊 對啊 眼中風 眼睛要鬥雞